看看新闻网 在电视剧《离婚律师》中 韩玉琴饰演一个遭遇 老公婚内出轨的女律师 戏里她跟姚晨是好闺蜜 戏外两人是大学同窗 姚晨如今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韩玉琴则是用对《离婚律师》中 吴秀波所饰演的角色的看法 阐述了她的观点 听清了吧 我一直都有婚爱情 我觉得男人就是应该有担当吧 应该是要把不好的事情承担下来 然后让女生不要受到伤害吧 这你是在向林消素隔空喊话吗 其实要说韩玉琴也真是不容易 作为姚晨和林消素的大学同学 想必肯定是左右为难呢 其实在娱乐圈能跟韩玉琴扯上关系的明星 可不止姚晨林消素 还有张国立 想当初可是张国立在韩玉琴的婚礼上 以父亲的身份将干女儿交到老公手里的 前一阵子张默因为再次吸毒被批捕 不知道作为干妹妹的韩玉琴 有没有关心过干哥哥呢 他最近有跟那个张默有联系吗 没有 娱乐新天地和那么多热门人物做朋友也是醉了 上海江博道 好